今天中午孩子爸回来休息 叫他帮我看一下小宝 我好处去跟快递公司谈一下合作 因为我爸拿了一袋百香果来叫我卖 然后谈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一家价格稍微低一点的 赶紧的回来检查一下这些百香果有没有坏的 然后用麻布来擦一下这些叶子长到上面的擦干净一点 这个是今天发出去的石箱 急急忙忙的回来收拾一下家里 然后又急急忙忙的去接大宝放学了 今天是我学做营养餐给两个孩子吃的第二天 回到家了就赶紧的把这个中午泡的海带拿来煮了 打算做个凉拌海带吃 小西瓜也比较喜欢吃海带的 现在今天买的这个豆腐皮还剩了这么多没有吃完 拿一点来泡一下水后煮一下跟海带一起凉拌吃吧 这个瘦肉我打算拿来剁成肉末 然后拿来蒸鸡蛋吃 打了三个鸡蛋 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个 然后一比一的比例 把水加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蒸了 家里面没有蒸的架子了 然后拿了两个筷子放在这上面 看别人拿那个保鲜膜盖在上面 我也来试一下 小宝背着他都睡着了 放到这个床上来 赶紧的跑去看一下锅里面 那蒸的鸡蛋好了没有 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呀 之前我用小碗蒸的就嫩嫩的 这个可能是时间过了然后都变老了 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子酱就吃了吧 再来炒个肉末倒进去就可以了 刚做好饭菜小宝就醒了 姐妹们你们看我今天做的菜有没有食欲呀 一端出来小熊娃就迫不及待的拿筷子加来吃了 给弟弟咬一口吧 你先披萨呀你 你先披萨 那弟弟吃 弟弟呢 吃吧 好吃吗 好 这点好吃 这些豆腐比较好吃 我喜欢吃豆腐 我现在煮的都快没了